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经济媒体就在分析 这一次中国官方开会会放出多少信息来 这一揽子的刺激政策会有多少钱 有人说最少得1.5到2万亿 甚至有媒体说那慢慢陆陆续续啊 未来几年总结加起来一共会达到将近10万亿人民币 甚至超过10万亿 哇 大家都在一个期待呀 包括中国民间上海街头那些大爷大骂炒股的呀 都在纷纷猜测10月8号一开盘暴涨 大家该买房的买房 该买车的买车 把钱全部都砸到股市里面去 包括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说 10月8号开盘马上就涨停 不过今天呢确实涨停了 不过由于郑山杰在这个会议当中 这种期待呀 没有满足各方的这种心理预期呀 导致今天的涨幅是收窄了 而港股呢 今天就暴跌了 是达到了16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所以这次郑山杰开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有对他有收益 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还是他自己胆小不敢说 郑山杰在这个会议当中讲什么呢 说一揽子政策下来之后 包括加大宏观政策的周期调节 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 加大企业的帮扶力度 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 低震资本市场 但是细节全部没讲 没讲细节也罢吧 他不该讲的就讲了 他最后还是补上一句 说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在增大 实际上 郑山杰的今天的这个结果 我在我们的华尔街论坛的提前一天 就跟大家提醒了 我说郑山杰是小习近平 是指名方向的 不是跟大家发红包的 发给委这个机构是庞大无比的权力 他们做官了 做打官了 每一个省委书记市长进了他们那简直是 点头还要的 省委书记都点头还要 因为他们大逼一飞 给你多少钱 给你多少 资源项目全部都在那儿 都是他批的 我们华尔街论坛提早一天跟大家发出警示 而点点今天事了就提早两天跟大家说 这一次 郑山杰最怕的就是他会玩杂 挣扎了 我在推特上面提早一天也讲过大家 郑山杰会玩杂 我的理由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是大家预期过分 就是说你这个预期过分了之后必须有更高的预期来满足你 那球吹得太大了 否则的话你这个市场就会有不好的反应 第二个是郑山杰经典的反应了 中共这些官员的 最本质的特征 或者是共同的特征 什么叫共同特征呢 就是不讲人话 讲官话 讲套话 讲会话 如果在以前 开个什么会 老百姓爱看不看 每一次人大开完会以后都有搞屁这种记者会很多 我 不是为那个台上这些搞官们的着急 我是为台下我这些同行们同样们感觉的羞耻 你上面听这些搞官讲那些文件 说的都是屁话 真的屁话 我们用最脏的去刑警塔都可以 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 人类历史上没有今天中共的宣传工具 我可以用最恶毒的词去羞辱他们 又臭又差 什么记者呀 什么主播呀 什么 这些媒体我都不知道应该每个人这个职业感觉的羞耻 什么中央电视台出来的什么人民日报出来的 我经常就嘲笑我这个哥们因为有些哥们在那些机会里面工作嘛 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对吧 当然有些人会把它作为一个荣光 那么所以呢我就认为了 这个政参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他有没有释放政策 释放更大的这个红包 而在于呢他不讲人话 你说这个潘公司手里什么东西啊 潘公司手里也没有说 一个大红包往天下一撒 对不对 也没有 他在那提供了一个还不能实现的 还没有实现的 对不对当时没办法实现的一个管道 大家说资金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那你法改委的地位比这个 这个人民年红高多了 高多了 对不对 国务院 对 你稍微讲一句人话 这个情况就不至于那么糟糕 这个股市是不是应该降温 要么那疯狂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吧 股市确实太疯狂 失去理智 大妈多了马股 他也多了马股 你咋个卖的马股 对吧 这就是明确的警告你 对不对 但是要同时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关心这个股市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资本市场 建立一个股票市场 对不对 这个对我们经济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你甚至讲一讲这玩笑话嘛 你说我都很紧张 开这个记者会你看 大家有这么高的期待 我能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呀 对不对 或者说习主席现在也最关心股市 或者说我昨天晚上啊 准备晚上啊 我们联合开会啊 准备这个记载会啊 我们能不能怎么样 就生动一下 你稍微像人啊 对 这帮家伙不是人啊 但是他又不是神 他不是人不是神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鬼 就是来伤害这个股市的 要伤害这个股市的 这是最恶劣的一次表现 我呢 骂是骂 把所有的对这个官员们的这种 装模作样啊 我是有 几十年的仇恨 全部发现到这个 正常界身上 有一点正常界不公平 但是 谁让他成为一个贱品呢 对 我在前两个星期讲这个股市的时候 我说 中国这个股市啊 它不是个孤立的社会主义 特色的股市 它是要走向规划化的 它是要学习 西方的成功的这个 市场管理经验的 那你就需要一些标准了 标准是什么 要有公平的法律监督 透明的这个信息 要有这个官员来释放正确的 这种信息 对吧 你那个年始会的那个那个讲话 如果在上面讲这些绘画 那早就被干掉了 你出来是给市场提供 就是说给市场 普通认为你是 有明确依据的 你讲那些话全部是三中全会 党会的东西 你还有一个什么副主人 一个狗屁副主人 四个呢 四个副主人 一个正主人 一个正主人 真是不要脸 他很害怕 所以大四个副主人 各个分关的一摊 但是副主人没有帮他忙 反而更丢脸 所以我叫马屁孙死 这个股市 这种股市 很臭 这个里面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还不止说这个股市 前景怎么样 而是讲的官员 非常危险 未来 你原来开这些会 我们根本不管你什么省委党组开会 部委党组开会 我们都不在乎你 但是今天是涉及到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 这种财富的转移问题 你搞得不好火烧赵家楼啊 幸亏昨天 股市好好的 还涨回的不少 一片飘红嘛 一片飘红 但是 大师在这个地方 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昨天 有多少人是入口来了 那是 对不对 所以这些搞官们 你原来当这个书记啊 当什么东西无所谓 你现在可以开始 掂量一下了 你是到木炮工作 还是到前台来 未来 很过去是 财政部长 是不是应该上台 因为 股市不是一下子搞上去的 这跟之前的那种简单的放水 和简单的一个 股市上涨是不一样的 这一次决定 习近平的政治的生死 什么叫决定习近平的政治生死 你所有的这些计划 所有的这些发展 如果没有大家积极的热情的参与 你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 要不要躺平我 哪怕是天天跟你开会 我都会忽悠你 我都会应待你 最近几天谁都在骂习近平 谁都在讲中国经济不好 情绪已经非常低落 但是短短一个星期情绪起来了 对 情绪起来之后 那么资本市场就有可能活摇 当资本市场活摇之后 就满盘结果 比如说房地产 房地产就会更多好 它是个政相关系 消费就会好啊 因为大家手里有钱了 你像那个星期 股市长到那个星期 平均听说涨了47,000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有了47,000块钱横财而来 你还不去 吃个什么种火锅啊 是不是啊 你原来准备买车的时候 发现我还欠一点钱 现在我有这个底气了 它就是说 它是涉及到整个的经济的一个中心 一个核心 所以这一次是建立整个资本市场的规划化 走向这个 由资本市场 来帮助解决 社会保障体系问题 由资本市场 来解决发展问题 你不能说 都要我们每个人交钱 作为社会保障 也不能说 只有中央财政拨款 我们作为社会保障 经济发展 也是有发个费 批个条 给你多少亿 这样 不是 未来这些东西都要进入一个健康的市场 来拿到这些资金 社会保障体系 它要不断的进入这个市场形成一个生态 所以这是生死有关 绝对不能砸掉 这一次砸掉了 我可以跟你讲 习近平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元气 没错 如果这次起来了 这些骂习近平的恨习近平都忘记了 赶紧炒股去 赶紧收钱 赶紧收钱 所以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但是股市的也不能太疯狂 要太疯狂所有人都就炒股了 这个股 急剧上升之后会产生 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恐怖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漫游 以我的观察 我跟很多网友的观察不一样 那么很多网友来挑战我 我就今天跟你讲 跟我们的观众讲 也把我们梁家河的一半的生润 给砸进去 对不对 如果我输了 那以后就是梁了 那就不做河了 就梁了 那就梁三了 你就做梁三节目了 这个股市是一个常识 是一个牛市 而且不是一个星期为期 而是一年为期 甚至是 更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 股市节目 如果有其他股市节目 就再做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就谈股市 我们今天就正的批判 郑三杰 郑三杰这个家伙 未来就是三个职务 国民副总理啦 对不对 然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啦 或者人大副委员长呢 他已经是 扒得这么高了嘛 他等于是副总理啦 对不对 这个发给委的权力比一般副总理权力还大呀 你说想这种 赶紧 调走 当副总理也好 当这个 政协副主席也好 别再搞这个发给委主任了 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权力太大 这就是何立峰啊 给这个习近平挖的个坑 何立峰是 习近平的铁杆兄弟嘛 郑三杰副总理嘛 对呀 你把这个小型的搬到其他部门不行嘛 对不对 你搞得这个发给委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开计划会 能不能不要政治人出来 就直接副主任出来 找一个 能够讲话的 《思想宣誉报》有一期的节目里面 李奇博士有个观点 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他就讲了 当这个联署会主席啊 98%的时间是要学会讲话 2%不是20 则要去干事 什么意思 就说现代社会是跟民众直接交流的事 不是你 皇帝那个 那个朝廷那个政治 你是一个直接面向大家 每个都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你这个时候讲话 不是说你要油嘴滑舌 而是说 你要真的 给这个受众的感觉 你是很正诚的 给你的感觉是你来跟大家传递 跟大家提供服务的信息的 你是严肃地 在看待今天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这个时候 去讲这些空话和套话 那这个事实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就是学会讲话 所以你要理解那个 为什么98%要学会讲话 而20%干事了 干事实是个社会基金在运作 公司又不需要你去上班 对不对 企业又不需要你去搞螺丝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官员 你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可用的信息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我希望写进了未来的中国股票史 也写进中国的这个官僚史 我在19大之前 不是20大 19大之前 我在印度的一个国际学习会议上讲 习近平面对的问题 将不是什么孟建柱啊 王岐山 我说这些人对于他的讲 已经不够成真正的挑战能力 最怕的就是这个政治机器人 政治机器人 就是一个你最难对付的一个体制之恶 而郑三杰 哪怕他心里面是完全支持习近平的 但他因为是个地面的政治机器人 他把习近平给害惨 所以习近平肯定在投血啊 投血丑动物我不知道 难不得尽管把他调走 给他一个级别升上去 对吧 也许其他官员更难 我相信我也一点都不怀疑 但是未来的官员 只能面临这个问题 对吧 你讲一句话 突然股市给你跌个几百点 你昨天定位好 股市把这个地方 市头把这个地方 他上来了 如果以后你讲完就一直跌 还是 那我开玩笑说 急等的说 你真的 不是那些 不仅仅支持那些 股民啊 你搞得不好 你这个官员都成了责任了 对吧 所以就像您讲的 现在中共的很多官员 他已经陷入这种政治机器人的这个角色当中 太久了 他拔不出来 你让郑三杰这一次 所谓的大家万众瞩目的一个发布会 带了四个 这个副主任在一起 原本大家期待应该是 你首先 应该是官方准备好了一个很具体的方案 一些很具体的信息 来提振大家的信心 你对所有的中国的参与经济的 不论是股民还是企业家投资者 你都应该有个责任感 你要知道这一次你的信息发布出来之后 牵涉到了多少的资金和投入在里面 大家的兴趣都在里面 甚至身家性命都在里面 结果郑三杰砸了锅之后自己还要装孙子 还要把锅甩给副主任 路透社的记者就问他 他这一次一揽子政策 他到底涉及多少规模 很具体的问 还有就是中国官方设定的5%的目标 能不能够实现就这两个问题 就这两个问题 郑三杰居然就躲 他回答路透社记者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听到了 接下来请我的副主任 赵臣新主任 副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 赵主任接过来之后 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了 你要的答案 在郑三杰主任讲的话里面 都有 然后这个副主任又把郑三杰的那套 说辞 什么极点极点什么什么标准 又重复了一次 路透社的记者坐在下面 简直就只能呵呵一笑 对 完全就是在踢皮球 彼此打太极 副主任也不想接这个锅 郑三杰呢 把这个锅还没甩出去又接回来了 是啊 一阵四户 五个草包 草包完全是草包 如果是他们这个时候出现在股市 那真是会把广命给再死 这个是未来的官员很大的挑战 你说西方这些官员我们经常讽刺啊 只有一把嘴巴子皮吹牛 但是你不会吹牛 老百姓 他怎么会听你的 你就讲这些文件 你贴到里面就可以了 你到这里直接几句话就讲硬话呀 对不对 你讲这种东西 重复三人全会的精神 要你来讲干什么 所以这个千刀万刮啊 简直是 把我气晕了 但是他讲什么东西我都是网友告诉我的 我从胜利来讲没办法接受中共的这种记者 又出又长的那种东西 没你都开啊 对呀 开得还高无耻 内容很重复啊 对呀 都是重复啊 都是讲那些空花套啊 你搞这个股市啊 它不是个简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市 它是一个基本上的国际标准的 资本市场是有国际基本的标准 那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跟国际资本结出 要么你赶紧说 我们的股市 只有人民币可以交易 我们的股市只有中国国民可以交易 我们的股市只有百分之百中国国有资本可以交易 那你赶紧画出这个条件嘛 如果你要跟华尔街接受 你要跟这个澳洲资本接受 你要跟日本资本接受 你就必须要有国际的基本的规划 基本的规划其中一条 就是官员必须讲人话 对 所以习近平将来在治理的时候 首先要给这些党官们 先书写 让他们活过来 变成一个人 敢说人话 要不然就都是变成他最恨的那波不敢负责任的官员 但是又没有办法 他们已经在这种基金的角色当中扮演了太久了 他们只会这套模式 但是如果不改造这批官员让他们这个血活过来 那习近平就自己等着吐血吧 对 那血 血 血 给自己先输血 然后不够吐的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谢谢 妈呀 健康 安全 健康 D 发 ringing flatten 屏 滑 确 石